禮拜六 禮拜天你出遊去 其實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人越來越多 尤其在星期天的時候 6月7號 這正式宣布 有些地方的禁令來說 已經開始逐漸鬆綁之時 你就會注意到 人潮開始出來 報復性的旅遊 報復性的消費 現在開始正在醞釀 而且正要發燒 終於等到了 解放了 口罩可以拿下來了 對不對 對 這個 輕鬆了吧 舒服了 我們還是有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都還要戴個口罩 不然講話好像都 我只要跟你保持個距離 我都好像懷疑你有病一樣 對不對 有病毒 當然 實際上這個6月7號解封 對大家來講 心情其實整個有點釋放開來 不然出去說真的靠太近 其實都有點尷尬對不對 大家也等不及了 不過這一次週末解封 當然下雨 所以變成說幾個16處的 觀光景點還是出現綠燈 因為畢竟下雨 沒有辦法 是大雷雨 對 那人跑去哪裡 就跑到室內 跑去賣場 像台帽購物廣場 車子排隊 車潮進不去 腿堵得多嚴重 人潮幾乎都回來6成 大家進去幹嘛 購物 逛街 吃東西 好開心 甚至這個時候 他也就順便推出週年慶 買一千送一百 對不對 買版送千 買千送百 大概就類似這種 讓大家開心的去消費 刺激這個買氣 而且當然這個遊樂園 一定要好好去玩一玩 下雨也不管 然後這一次花蓮海洋公園 天氣比較好 大家去 人潮回來都很猛烈 6000人 因為其實我很多朋友 都在臉書打卡說 不能出國 也要有海外度假的Feel 第一個想法就往花東走 所以人潮也回來 所以花東爆掉了 爆掉 連這個六福村 人潮也都回來 當然大家最興奮的是 因為我前一天晚上 朋友就一傳訊息給我 他說照片要不要先看一下 先挑一下 什麼照片 這不方便講太多 他說挑一下照片 我說 那個晚上你的活動 挑一下 然後他就說解封了 我說解封 解封不是6月7號 是禮拜六解封 虧你還財經專家 過了12點就6月7號 所以禮拜五晚上 6月6號 大家就開始去那邊倒數 對不對 5 4 3 2 1 12點過了 6月7號了 你說說禮拜六晚上就去 對不對 就禮拜五晚上去 不是 禮拜六晚上 然後等解封 實際上你不用等隔天 你就來等那12點 一去 大家開始 你挑好了沒 因為其實連業者提早就已經 把這個訊息傳出來 連照片都發給他們的這些客人 當然我沒有 是朋友拿給我看的 他說要不要挑一下 要不要挑一下這樣 所以整個林申北路的 這個氣氛都活絡起來 男人都變成一尾活龍了 對不對 剛開始的時候 悶悶不樂的 開始講到這個都開始開心了 你挑哪一個 等一下坐你旁邊的那一個 我看一下有沒有跟照片一樣 還是要保持安全距離 對 保持安全距離 而且這時候大家說 可惜了 為什麼可惜 這時候如果有三倍券 多好 拿來發小費 200塊 500塊 1000塊 說不用找林 對不對 可惜 大家就說可惜了 你看沒有券 當然我是沒有 沒有真的實際參與 但是因為這一次 實在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知道 大家一定問我這個議題 所以我親自去考察 考察的 當然就是為了節目 考察以後 真的 夜生活回來了 攤商回來 然後那個很有名的滷肉飯 黑白切那一個 生意也回來 米粉湯那一間 也回來了 你應該知道 賣花也回來 賣花也回來 然後計程車排隊也回來了 重點是警察也回來了 晚上酒駕 因為酒駕開始會變多了 當然我們也看到 越夜越美麗 這個經濟活動都上來 但這裡面很奇怪的事情是 6月7號解封 你的部會是不同調 是不是 解封不就是讓我們拿著券 好好出來happy 好好出來玩 可是券還沒有到 這個時候 本來我可以趁著解封好好消費 好好刺激一下 然後你說好 這個有假期可以跑遠一點 端午連假 10天 對 你現在券給我 我不是剛好可以訂嗎 我進飯店 沒有 你非得要等到7月15號 真的等到你政府來 我看就可能撐不到那一天 業者乾脆自救 你知道龜山島很有創意 多有創意 什麼創意 你剛以後請叫我謝小龜 不 謝大龜好不好 謝大龜 你為什麼要改名字 就尺寸來講應該叫大 謝大龜 因為龜山島說 你的名字裡面有龜的 可以免費登島一晚 我朋友裡好像沒有人名字有龜 沒關係 你就說剛改名就好了 譬如說我叫代曆龜 就可以了 為了登島一有 因為現在不能出國去玩 這裡風景很漂亮 而且這個免費登島的行程 還沒有正式開始 大家已經開始去玩了 連船長都說好開心 你會看到業者跑得 比政府還要快 比政府還快 所以我意思在講 如果都要靠我們自己來 說真的要政府幹嘛 你知道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到底要不要戴口罩 要進捷運了對不對 麻煩你把口罩戴上 我就把口罩戴上 對不對 然後說到了捷運站以後 立剛 你離我遠一點 有沒有保持下來 有 我又可以拿下來了 最後不小心講一講 你又靠我很近 我要他戴起來了 結果現在變成怎麼樣 一對夫妻他帶小朋友 去坐高鐵一歲多 結果他們兩個就戴口罩 還是戴 小朋友一歲多就沒有戴 戰務員就說不行 你沒有戴口罩 不是現在全面解封了嗎 不是說口罩 你就自己決定要不要戴 沒有 現在政府誰規定了 政府還是規定說 全面要戴口罩 真的 還是要戴 還是要戴 結果你上了高鐵 你就發現有人戴口罩 因為坐得很近 如果戰務員過去了 有人經過了我就戴 你走過了 你要去上廁所 距離人 我又拿下來了 你又靠近我 我又戴口罩 點完便當 我要吃便當 我再把口罩拿下來 你就看到一堆人一直在幹嘛 戴口罩 拿口罩 戴口罩 所以後來我發現 大家的標不準配備變這樣 那也是有戴沒戴都一樣 每個人都這樣 然後要戴口罩 口罩可以拿下來了 要戴口罩 口罩可以拿下來了 結果我們就問我們部長 到底要不要戴口罩 部長怎麼說 因為我們大家都聽他的 現在都說要順時鐘 他說 其實我們養成一個生活習慣 你口罩就隨時戴著 對不對 其實不好意思 我這口罩已經戴在身上 一個月我也沒換過 其實我只是為了怎麼樣 你說要戴口罩 我就戴 你把它裝個樣子 當作雙飾品 這樣有意義嗎 沒有意義 而且你剛剛口罩還戴反了 還戴反了 連基層都講說 這個可以搞死我們基層 你要 你乾脆就全面開放 他說其實 這句話我覺得有餘病 他說以台灣現況 不戴口罩也沒有問題 但是我還是希望你可以戴 等到有疫苗 我們就真的可以全面不要戴 到底要不要戴 現在要進捷運了 不好意思 你還是要戴起來 大家都下車 沒人 我又拿下來 我現在又要出捷運了 我出捷運要過那個關卡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要戴起來了 出了捷運以後 我又可以拿下來 請問這樣要搞多久 無止境 我們看到現在的台灣解封了 可是問題是 有些的政策上面來說 好像看起來民眾跟政府 還是有些不同調 但是有一件事情 大家民眾都很同步 就是現在這個時候 要報復性的旅遊跟消費 已經開始在這個禮拜六 逐漸的就釋放出去了 我禮拜六開個車要到宜蘭去 塞了三個小時才開到宜蘭 但江老師 現在這時候民眾已經開始這樣子 大家要出去走走了 但政府的光這個振興券 他這個時候的步調 可比民眾慢了將近45天 當然是 其實政府就是要報名 沒有要報訴的 也就是說當民眾的需求 已經迫在眉睫 而且六月七號已經解封了 你看其實每個地方 都非常非常的熱 民眾其實悶太久了 包括各位翻開 這個陳彥也是專家 翻開有關美食 有關的上市貴公司 都報復性成長 有些成長七成 成長八成 光是上個月 如果對照像美國 美國這幾天股市大漲 他失業率預設19% 後來變13 錯了 改成16 理論上錯了會回跌 沒有 要繼續往上漲 因為大家想說下個月 會有有史以來 最大政府的紓困所造成的 就業潮會大幅的增加 民眾都看到這一點 但政府好像非常非常的緩慢 他比恐龍還要慢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七月十五 為什麼一定要等七月十五 各位如果上網路去看 或者看蘇議長的發言 他只有一次講過 記者問他說 為什麼一定要得到七月十五 這個不是防疫的需求 也不是紓困 是政策要做績效 七月十五的暑假來了 所有這個報復性需求 累積到能量的一定有成效了 再加上去 那就是割到尾 掛到尾 他直接收割 到最後就收割所有的成效成果 他會跟你講 最後之所以有經濟成長 是因為這一次的三倍卷 其實民眾得到三倍疲倦了 等到等到你心痛 等到已經沒有夢 大家看一下政府會算計 但是我說了 大陸這個路邊灘 是台灣其實不太需要 因為等到上次疫情來的時候 路邊灘灘在路邊 有人對著出下去 對不出來 路邊灘灘在路邊 但是因為各國撒錢 撒得非常地多 所以那有所謂報復性的反彈 那是資金行情堆積起來的 我們政府如果要紓困 或者是要讓民眾有振興經濟 賣就要快 我所謂是強調一下 如果你送人家粽子送到五月 五月五的種植 五月七到五月八月再送 那太晚了 八月十七 八月十八 八月十九再送月餅 沒人要吃 民眾最大的來源 就民怨最大的來源 是看得到吃不住 看得到吃不到這是民怨 不是看不到吃不到 是看得到吃不到 明明已經有所謂的三倍卷 現在發跟那時候發 為什麼不願意 所以我經常在說 政府捨盡求遠 簡單把它變複雜 這當中也許有些難言之隱 我不知道 但是很明顯的 民眾的需求跟刺激經濟 都不是他們的重點 他們重點是要收割成果 作為表工之用 簡單的說 就是真功為過如此而已